早上早上在時間的大學做生產的地方 這次的事情就是淹水 為了在大來住哪裡 因為說你來有一座燈山地 你中央世人在幾乎還要他去開山進城 看到氣候可能帶來著大學 就帶著你來這裡的祭崗山田 啟動了社區組織的防災鋼座 我有自己報名去成為防災室 找了一些我們的防災成員 就是20多位義工 加入我們的防災成員 就說市政府有通報 有幾級幾級 因為淹水或是有大雨的時候豪雨 我都要隨時啟動我制止防災 可以實際上也可以幫助我們裏內 你中央跟志工在地上安裝 沒有正在防災全社的背信 和燈山地酒餅 進行到高級的親戚 當時又將地區的地區和地區來做到清獨 中央作為就是希望 要不要到災害來發生 這就是由你中 當年你中以來最要有的社區組織的豪災鋼座 我覺得生理這個可以成為以後 我們一個真正的任性社區 任性社區就是 其實我們住住的 住住其實佔了97% 你其實互住佔了2% 其實公住才有1% 所以其實在當災害來臨發生的時候 你也是要靠自己 先自己幫忙靠自己 還要互助 還要互助 你看到這個集囊 你中不用工作和企護 其實就主動作法 來啟動到社區組織豪災 區長你的利用是相當困難也很感謝 他來說你先自己來做 可以減輕到工作很多負擔 我們在防汛期間 他也有做一個任務編組的方式 做一個防汛圓念 那最近杜蘇越台風 像昨天的一個豪雨 他們就里長親身來帶領利民 來到陳沙池那裡來整理環境 我們做任務可以做到這樣 也是可以讓我們大家 其他國力來學習 來做榜樣的所在 雖然這部合物大來區 沒有因為說 給自己做新宅 但是社區組織豪災觀念的建立 已經讓豪災精筆做到提前的補償 也非常既賺的豪災 做到很好的喜歡 我們聽新聞大家一下 大來的採方報道